大家好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週五的早上 南美球會杯16強繼續進行 阿甲豪門小寶家坐陣主場迎來 與巴甲球隊高士路的首回合較量 雖然客隊今屆南會杯保持不敗 不過小寶家的主場表現具備是足夠的說服力 不妨看好小寶家今次主場稱紅 小寶家是南美足球歷史上最成功的球會之一 隊士曾奪得過六次自由杯冠軍 而在南會杯都有過兩次奪冠 體運之心不易如雨 聚焦今屆南會杯 小寶家的整體發揮可圈可點 分組賽六場錄得三勝兩和一負 以小組第二參加附加賽 附加賽對陣迪華利獨立隊兩回合 取得一勝一和晉級 從近況走勢來看 小寶家近五場南會杯以三勝兩和保持不敗 其中最近三場保持不失球 而最令人放心的一點是主場表現 儘管他們今屆南會杯五場主場四勝一和 不過當中僅僅在迎戰科太尼莎時失過一球 主場防守令人信賴 另外值得提的是老將艾迪神卡雲尼 今屆南會杯累計上陣五次貢獻了四個入球 最近連續四場南會杯都有破滿 球隊這五場的成績為四勝一和 擁有這位烏拉圭球星壓陣 將會令小寶家在南會杯賽場的取勝信心大增 告示路都算是一支老排南美的球隊 隊士曾倆奪自由杯 可惜年代久遠參考價值不大 南會杯方面則從未染至過冠軍 今屆之前隊士上一次出戰 南會杯已經要追溯到2017年 第圈就已經出局了 簡言而知底混難以平美小寶家 回顧分組賽階段 告示路取得三勝三和保持不敗 是為數不多今屆仍然保持不敗今生的球隊之一 不過要注意 告示路作下進攻能力並未令人說服 過去三勝有兩場同對手互加白卷 算上3比0戰勝阿利安沙一役 分組賽三場作下昆場入球賽勉強達到一個 考慮到告示路分組賽的對手水平普遍不強 雖然來到淘汰賽才是真正要證明實力的時候 今次廢棍面對主場戰鬥力強勁的小寶家 預計作客進攻銳利度不足的高士路要被打破不敗今生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影片吧 開 teu前 Ja 會緊張 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